大眾請請禮 好我們請合掌 向佛三問序 一問序 再問序 三問序 我們向授課法師知漢法師三問序 向佛儀問序 阿彌陀佛 請合掌 阿彌陀佛 南無 本世世家 摩妮佛 南無 本世世家 摩妮佛 南無 本世世家 摩妮佛 那麽快些 OM 《開經紀》 《無上聖身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主位法師 主位法友 大家阿彌陀佛 怎麼樣 阿彌陀佛 那我們今天是第三堂課 那上一次稍微做個提示 上一堂課有提到說 世俗的假名詩色 那假名詩色有三種 有明假 受假 還有法假 那簡單的說 明假呢 就是在給他一個稱呼 給什麼稱呼呢 給設立 還有施設 那個受假 還有法假的個名稱 那什麼是受假跟法假呢 受假就是把一個 這個組合起來的東西 當作是一個東西來看待 這種施設 比方說我們這個是五蕴之身心嘛 那把這個五蕴當作是一個東西 一個人 就是這樣這個是一個施設 就叫做人 五蕴的身心 這個是受假 那法假呢 是把他 知道他是五蕴 合合的 可是又把他個別個別的 比方說 色受想行事 個別個別的一個蕴當作 就是他這個法假 這個東西就是把他認為是 他是不能再切割了 就是說最小的一個單位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個是明假 受假法假 的一個簡單的複習 那今天進入 這是我們的 波爾波羅蜜多的最重要的主題 這些定義 你們都必須要知道 甚至於最好能背起來 那這裡我分析給大家看 好 我們再唸一遍 紀宋165 自性如何有 事觀順勝意 好 那什麼是自性呢 他的梵文是 這個V在梵文是把它唸成U 所以是Svabhava 那他的定義就是 自體 自有 自成 就是自己成為一個體 一個他有自己的一個 就是essence 自體的 自有的 無力而有的 無力而有的 自己而形成的 本來如此 自己如此 永遠如此 永遠如此 那 那在神教在有所谓创造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思想的话 就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很大的很多的大宗教 它是主张有自信的 就如同什么定义 就是说这个自体自有自成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 这个举什么 如果是说去做一个宗教学比较的话 这个就在讲一般人的认为就是那个上帝 那个神那个创造者 他就他的就是这是他的定义 那自信可以是小的自信或大的自信 那可是在我们佛教的观察 这个自信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那符合这个自信的定义就是 那世间人所认为的那个 在宇宙之前 在一切万物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创造神 那这是自信的定义 那我们我先声明哦 佛教是的根本道理 而且他的所谓的一切万物 身心种种的一个原则 道理就是无自信 佛教是他的根本教义 在波尔波罗蜜多的这个证悟的话 他是要证入无自信的 所以任何的有 把自信当作是好像有 隐约的有 隐藏性的有 都是一种自信的执着 是不能得到所谓佛教讲的解脱的 OK 好 那这个自信呢 在之后的 接下来的那个寄宋还会再解说 那什么是官慧呢 官慧是顺于圣意的 就是圣意地的这个真理 这个官慧所讲的 就是它是顺于这个东西 观察什么 观察自信如何而有 去思考 去观察说 这个自信怎么有可能存在呢 它如何而有呢 透过去观察这个自信 它的来龙去脉 了解到 而能去入了圣意 就是究竟真实的智慧 那究竟我特别把它 标出来是因为究竟 这就在讲那个真理 就是整个我们在佛教需要正入的那个真理 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究竟 圣意地是究竟真实的体验 一 世俗事情而做彻底追求 究竟自信的观察 观察它如何而有 你看它在讲说观察这个自信 不是在确认说自信存在 是在叫我们去观察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分别意识 我们认为自信这个东西有呢 那你去你去彻底的追求 去探讨它 去剖析它 去分析它 甚至于透过你的身心的观察的话 你得到的最后的答案 应该就是无至今 那所以它这里讲的观察它如何而有 实际上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 如何的破解它 它是不可能有的 那这种观察名为 顺于圣意的关会 那这个这里面就两个定义 一个是自信的定义 那之后还有更多的自信的 更细腻的这种解说 那这里再来解说的是观会 那观会是来破什么 破除自信件的 那它观察什么呢 那这里就在讲那个 所观察的这些东西是 而且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禅修当中 我们都能观察的 第一 从前后延续 就是时间的这个流动 前后的延续当中观察 什么是最先的 那最先的怎么会生起呢 那这个如果你把它 实际上这个 古代的 中国佛教的那些大禅师 他们的很多的公案 都实际上在探讨 就是在破这个自信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公案 问的问题 那个 问说佛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之前是什么 佛之前是什么 这些都是在探讨 那个前后的延续 那个关系 他在讲的一个 时间的流动 一个前一个后 我们有 如果有自信分别的 这样子的那个心 新的那个起心动念的话 他很容易去执着说 什么是最先的那个东西 可是问题是 最先的 那这个之前呢 有可能有最先的东西吗 在正确的 那个究竟的时间观 那有最先吗 有最后吗 那这是从前后延续 时间上面 那再来从彼此相关 就是这个物体跟这个法 与另外一个法 这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 那他们的那个关系 他的相关 观察彼此的绝对差别性是什么 这个跟那个的差别是什么 那 怎么会成为彼此的独立体呢 就是我跟他有差别 可是我就是一个独立体 他有一个独立体 那是不是各自有各自的自信呢 这种就是这个是在属于 两个法的那种相关上面的话 去取去抓去去观察 什么叫做自信件 那第三呢 从小观之 约授甲来说 那这个授甲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他里面有很多的东西组合 而起来的一个东西呈现出来的 看起来相似的一个东西 那个就是授甲 把多种因缘合合的东西 当做一个这样子来看 那这个从小观之 就是说维系的东西 比较小的法的东西 那他叫做观极为成 极为 极为就是 那个分子 最小最小那个东西 那不能再小的 到底是什么呢 有自信件的人 都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们在世间的这个 科学啊 都是落入自信件的系论 一直在找那个最小的东西 把它再分解 再分解 再分解 一直要找那个什么 他们认为的叫God particle 把两个分子 很小的 很小的那个分子拿来 撞击撞击 看他会不会跑出更小的东西 那一直这样子做 那请问从佛教的观点 有没有那个最小的东西呢 没有 因为他 你能去量他的东西 越越 那个 维系 越 精准 你又看得越小 这小来 那个小是无止境的小 那 从自信件的角度 就会去执着那个最小的东西 所以一直在 一直在追求 一直在追求说 那个最小最小最小那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你最小的东西存在的话 那什么就成立了 自信就成立了 因为最小最小那个东西就是自体 自有 自成 本来如此 自己如此 永远如此 所以 最小这个东西成立的话 那基本上 佛教的 无自信的 整体理论 全部就垮掉了 OK 那我可以跟你们保证 科学家 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小的东西的 OK 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不是真理 那个是 都是 由自信件 所产生的戏论 无名 愚痴 这种追求 OK 那 第四 从大观之 好 如以为宇宙的实体是统一的 就是cosmos 这个cosmos 这个宇宙 哇 他好大 我们来找他的边界 他的边界在哪里 这个 就因为他把这个东西 这个兽甲这个东西当作一体了 他一方面要找那个最小那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要找那个最大那个东西 最大的物体 比我们 比这个宇宙 宇宙最大最大 他的边界在哪里呢 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没有 因为他一直在变化的 他有时候是在扩大 有时候在缩小 而且是 这个宇宙 平行宇宙 不一样的空间的宇宙 我们看到的太有限了 OK 那 观察这个同一体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cosmos cosmos 这个同一体是什么 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呢 一体怎么可以变成很多的不一样的 这里面的这些星球啊 种种的 基本上这个一二三四 这是种前后延续 彼此相关 小的观察 大的观察 都是 我们 因为有自信见的这种执着 而产生的那些 妄想 所以我们就一直的 无止境的想去追求这些东西 那我常常讲说 这个东西 那追求科学不好吗 追求这些东西好不好 不一定哦 如果追求科学 追求最小的 追求最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去感受到说 人与人 人与众生 所有的 众生的这个新意识 应该都要那种 慈悲的这种运作 去救度苦难 去让生活大家 所有的众生都能过得好一点 那如果有这种体会 那还好 可是它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科学的发展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的方向是在 寻求一个 不可能的真理 还是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多少资源 在 去追求这个东西 是不可能的东西 那我们忽略了什么 我们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地球里面 所共存的这些生命 这些人 这些动物 这些万物 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环境 我们是不是重心偏颇了 那再进一步的 我再提一个 我常常都在思考的 而且我会跟人家问说 在电啊 就是有这个电以前 那我们是怎么样子的 生活的 我们就是要靠着太阳啊 要靠着那个月亮啊 靠着一些所谓 自然界的事情 的东西啊 那自从有了 那个电呢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24小时的运作 我们可以 只要不会累死的话 我们就一直的 一直的看电脑 一直的看电视 一直的玩游戏 一直是怎么样子 就是一直在 制造东西 让我们的戏论 我们的种种的这些问题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 执着 越来越上瘾 这样子 那这样这些观察 对吗 就是我们 我们科学的方向 是真的是在解决人的 那个 痛苦的这个问题吗 减轻人的痛苦 增加人的那个 平静快乐吗 有吗 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我们这个要思考 因为至少 佛教 学佛 佛法 本身 从释迦摩尼佛 那个时候 他 最初的动机 就是要让我们 能解脱我们的困扰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痛苦的 OK 那继续 圣意观会的次第是 从文会 而思维 就是思维 思维 好 思维 修思维 再来进入修会 专事观察 自信 而深入 究竟 你观察 自信 越观察 它 一层一层的 把它拨开 理解 透过 那个 圣解 书圣的理解 深入的理解 那再慢慢地 深入什么 究竟 就发觉到什么 最后要证入的 就是无自信 这才能彻底 破除众生的 根本 愚痴迷惑 通达世间的 实相 那让我们 清楚地了解 自信的愚痴 即能破除 它的 关会 那相信你们 如果有在 有先做功课的话 你们 这个应孙导师 在寄送 165 那个 页数 我也给你们放 放在这里了 346页 那个地方 那它有 更多的 那个解说 可是 我把它排序 这样子 我认为是 把它的定义 A是什么 B是什么 这样子 我认为是 比较清楚 那在 可是你们要 更多的 那个 资料的话 那当然是 看那个原文 继续 记诵 166 苦因于 获业 业 获由分别 分别 由戏论 戏论 依空 念 圣意观 什么是 圣意观 是寻求 一切法 的自信 而依之 误入 圣意的 这个寻求 不是追求 寻求 是探讨 去 剖析 去 深入的 理解 一切法 的自信 是什么 它存在吗 它为什么 不可能 存在 那它 如果你认为 它存在 它的存在 依据 是什么呢 那你依照 这样子的 一个 这种 研究 体会 从文思 修 这样子 那这样 一步一步 一之而 误入 圣意 当然 你 越 想要细腻的 去观察 自信 的这个问题 那你 更需要 有定的 这个力量 有戒的 亲近 有定的 这个 心的 这种 这个力量 才有办法 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 误入 圣意 这一 正 正理的 观察 为解脱的 不恶法门 不恶就是 只有一个 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 破除 自信的 这个 这个 执着 那所以 它 圣意观 就是要去 理解 一切法的 自信的 不可得 那这个就是 解脱的 不恶门 那解脱的是什么 解脱的是苦 那苦是什么 苦是众生的 身心 自体 以触对一切 而引起的 忧苦 他 身心 接触到 透过眼耳 鼻舌 身 意 接触到 色身 香味 触法 那又引发了 眼耳 鼻舌 身 意 事 的 这样子的 那个 就是说 跟进 事的 那种 三四 合 合 那因为 有自信 见 它就会 引起 我们的 忧悲 苦恼 众生 为什么是苦呢 这个苦 可以理解为 痛苦 变化的苦 或者是 不圆满 为什么在 众生 为什么在 生死中 轮回呢 原因是 祸 还有业 有祸 还有业 产生 苦 那这个 三支 祸 业 苦 我们通常是 这样子念的 祸业 苦 这三支 就是 十二元起 的 那个 简短版 十二元起 无名 原形 原师 原名 这些 这个是十二支 可是 十二支的解说 可以变成是 三支就好了 就是 祸 业 产生 苦 业 为什么会 形成呢 就是 动作 那 所有的行动 是依什么 依祸 而起 至少 凡夫 依 祸 那这个祸 是什么 是无名 就是 错误的 之鉴 执着 自信 有的 这个 之鉴 OK 我 我所 见 这个 见解为主的这种烦恼 所以 扎汉经说 无名 不正思维 为因 就是由 不如理的 虚妄分别而起 OK 因为有 无名 或 疑惑 这个疑惑 会产生 业 那 因为 业 会感到 那个苦 的果报 那为什么众生的心事 总是 忘分别 而不能如实之呢 那这个又更细了 我们讲到心意事 那心意事 他忘分别 他为什么要忘分别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 如实地了解 一切法的 那个无自信的 而且一切法的自信是不可得的呢 因为他的戏论 所以 首先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苦来自于 祸与业 那接下来就定义什么戏论 什么叫戏论 PRABANCHA 忘分别是不离 镜像而现起的 忘分别生时 直觉的镜是实在的 他直接的感觉到说 这个镜是真的 这是实在的东西 似乎是肢体如此 与分别心等无关的 当我们忘分别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 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忘分别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镜像 我们认为是实在的 这不只是忘分别的错觉 在凡夫的心境中 那个镜像也确实是现为这样的 就是我们真的就认为 他就是如此的 那个感受 那个味道 那个种种的东西 我们的那些体会 我们都认为 他是这个是真的在发生 这个就是很直觉的 就是说他是实在的 那这是错误的根本来源 是不合实际的 因为他的背后的那个 因为他有自信件 所以他就会 他因为自信件的关系 他会细论 所以他的细论 是好像一个programming 他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心意识的这个运作 他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听到什么 种种他都认为是说 这是真实的 这是常态的 这是自信原有的这个东西 他不用再思考 他就已经就是如此 因为这个就是无明 那这个就是细论 一直在做这种 对镜像的这种东西 不了解他是 因缘和合的 都一直把它当作 是实在的东西 自体如此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细论 那再继续的这样子 啊 剖析下去 如认识到的 却是实在的 是自体如此的 那与经验的势力 全部相合 这也 这就是世俗的 出世的一切 就不能成立了 他 他这个 他的 论点是这样子 他说如果我们认识的东西 确实是实在的 自体如此的 可是这个我们跟 我们的经验的 啊 这个势力是完全不相合的 为什么不相合呢 你同样你吃 啊 你说啊 啊 巧克力很甜 你第一次吃那一个 那种巧克力 你说很甜 可是 你吃的那个甜的感觉 你认为真实的 可是这个东西 他的实在感在哪里 能保存住吗 你再下一次再吃 你认为 你认为同样的 那样子的那个巧克力 同样一个那个品牌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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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那个 啊 啊 格格 啊 啊 那个啊 可可粉的 那你再吃 那你 你 那个时候的感受的东西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吗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 啊 有啊 同样的感受的复制 都是相似的 可是我们抓不住 也没有那个 他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把它 立点的 他是经历过了就没了 我们之后的 那都是一种追 那个追 追的 追 追的那种记忆而已 而且那都是捏造出来的 这个从心理学 已经都证明了 我们没有一个记忆 是完全的 真实的保留的 他会经过时间 空间 别人讲的 那些 评论 又一直那个感受 会一直在改变的 他不可能完全 一成不变的 那 那并不如此 而现为如此的细论 就是你去把他当真的 这样子 那样子的 那个 那个细论 那个也是 透过 就是分别心 明言是 是不能知道 他是错的 就是用语言去表达 他本身 也这个分别心 他也不知道 他是错在哪里 那 如以追求 自信的正理观察 层层的 剖析 要他还出 就近的这个着落 就显出是 并无真实自信的 OK 所以 那这里 我知道这个很难 可是我举个例子 给你们听 你们就懂了 我们这个细论 是五明所产生的 那所以我们认知 我们一接触 马上就错了 那你怎么去寻找 那个所谓 那个正理的观察呢 OK 层层的剖析呢 OK 就这就是试念处的 那个 佛陀的方法了 他透过观身 观受 观心 观心的法 种种的那些 那些情绪 那透过这个身受心法 尤其是 记住 从身开始 他可以具体的 透过方法去观察说 这个身心实际上 一直在变化 这个身 他没有一个 一成不变的 他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追求一个平衡 OK 他的 这个身 也是 种种的东西 因缘和合而组合成的 那你 透过这样子观察他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 慢慢的 那个细论的 那个力量 他就慢慢会转化 那个分别心 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会开始转 转化了 OK 而且你不会被 名言式的这个东西 困住 掉落到这个 这个名言式 而跳不出来 那这里讲了 很重要的 一切法 无自信 就是一切法的真相 一切法 无自信 那简单一点 就是无自信 这个就是我们 整个宇宙万物 身心 感受 种种的 这个真理 无自信 这也是波尔波罗蜜多 一直在 剖析 一直在 强调的 这个观念 所以 依于 寻求自信 不可得的空观 不断休息 而能够灭除 你想想看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好像我们 有一个电脑城市 那 那个城市在跑了 可这个 这个城市 它有 它有bug OK 那你要 一直去 补 去补救这些bug 把错误的东西 开始一直把它修正 不断的休息 不断的去 去 转变那种 自信件 转成 无自信 这样子 那 透过 试念处 透过三十七道品 透过佛法的 种种的修学 你就可能 灭除 这个所谓的 那个自信件 那 你这个戏论灭了 忘分别 就失去对象 而不起了 当你的 心意识 不再戏论了 这个戏论灭了 忘分别 就没有对象 他 他 见到的境界 种种的法 都是如实的看到 如实的了知 他不会执着 也不会 他不会欢喜 也不会 讨厌 他就是了解 他就是运用 就这样子而已 分别心 熄灭 就是波尔 现前 当然不再起祸 造业 那不起祸 就是没有无名 再不再生起了 不再造那个恶业 那 不再苦体相续 那这样子就什么 能解脱了 总之 圣者的解脱 是依空为关门 而得到的 空 的另外一个解说 就是无自信 让我们深入的了解 如何以空观灭除戏论 那当然这是理论的上面 这样子来讨论 从试念术的角度 还有从这个佛法的止观修学 他就会一层一层的 教我们怎么样去剥落这个自信件 那当然第一个要克服的是什么 从身体开始 如果你对你的身体 的那种执着 你对老病死的不能接受 你还有你有那种恐惧 种种的话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 还对这个自信 还是抓得很紧 这样子 继续 记诵167 诸法因缘生 缘生无信空 空故不生灭 常住即镜像 佛开示缘起法 说明了诸法 外面 弃世界 物质 宇宙 内 就是身心 大致宇宙 小到围成 都从因缘生的 换句话说 不论是什么 都不是自己如此 而视为 因缘关系所决定的 也就是一切是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这个是 缘起流转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这就是为什么流转 那如果要 还灭的话 那这是缘起还灭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那刚刚就在 一直在讨论的 要灭戏论 灭这个 脱离 远离 自信 贱的执着 我们如离了这现实经验的一切 因果法则 那就什么也无从说起了 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真相了 就是说你离开缘起的法则的话 那什么都不用说了 所以当我们执着自信 实有的 那我们怎么有可能脱离 我们怎么可能脱离我们的无名 而且我们的行为怎么有可能趋向善的 而且更不可能脱离苦相 一定会有苦的果报了 一切从因缘生 无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 或同时关系的因缘生 都可知诸法是无自信的 又一直重复 无自信这三个字 这个是波尔波罗蜜多的真谛 所正道的 那个 那个 智慧 我们叫做波尔波罗蜜多 那他正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就是无自信 基颂167 继续解说了 那好 再来继续解 关于自信 什么是自信 自信这一名词 有 自有 自己产生的 自己而有的 自己而成立的意思 成就的意思 实在的 应该是 不依他而自有的 没有其他的因缘 就是 他自己生起的 他也应该是 独存的 那什么符合这个定义 我之前已经讲了 人啊 对 不管是对 创造神的那种 那种 渴望 或者对这个 灵魂的 这种 独立性 实在性 的那种执着 就是一种 对生命的那种 无名 的那种执着 OK 大 大致于这个 创造神 小到 自己这个 自我 我们都来自于 我们对那个 自信的那种 执着 我们 怕说 我们没有了 那我们还希望说 自己不是没有了 我们还有一个 可以医护的 依靠的 这个小我 跟一个大我 那这个都是 在自信 啊 见里面的一个 啊 会发生的一个 思考 因为 如依他因缘 就受因缘所决定 支配 不能说自己如此 与他 无关了 你看哦 很多人呢 为了要 成立所谓的 自信的 啊 的存在 就会说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怎么有可能 是 源起生的呢 你看 我们所有的机器 什么都要自己去 去 去创造 去弄 去 啊 去组合 一个螺丝 啊 一个怎么样 反正就是我们要去 这些机器我们的 那我们这个也设立下一个机器啊 它要被组合 错了 越复杂的东西 不是罗罗斯斯丁丁的这样子去把它组合的 它都是从意识 去 因缘和合 从意识上 那种执着 它去产生的 那是怎么意思呢 请问 我们今天 我这只手要抬起来 我只要做什么动作 我只要想就好了 而且我想的那个速度多快呢 快到不可思议了 可是我要把这只手抬起来 我要把这一个手指头这样子动它 你们知道有多少的那个程序要发生吗 有多少的化学生理 种种的物理生理 种种的这样子一个 那个过程吗 现在它 你这个剖析 就是一个起心动念而已 它就是可以动 那 好 当我们 遇到了 那个什么 中风 中风的人 他怎么样 他的手没问题啊 他的脑 他的脑 他的那个脊椎 跟他的这只手指动 所有的 需要的 因缘 在里面运作的东西 断线了 被reset了 他找不到了 他心里想要动这个指头 他就动不了了 这个都是因缘合合才能产生的东西啊 这不是 这个不是任何 什么东西来创造的 越复杂的东西 越需要这个心 而且 心在运作这些东西 所以 实在而 那我们继续讲啊 实有而 自有的 独存的 也应该是常在的啊 如果说有这么样的 实有的东西 实在 实在而有的 自己而有的东西 独存的 那应该他常在啊 那为什么我们不常在呢 如果这个是这个所谓的灵魂 这个啊这个身体 那他是实有 自有 独存的 那就应该 他不会有什么老病死啊 他应该就是如此的 从一开始到 永恒都是如此的 常在的 那 所以因为 他就解说 离去了因缘 就不能从自体 而说明变化 就明显的 不是常在的 一切宇宙万物 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无常 不圆满 这种无我的这个状态 他一直在变化 无自性的这个 这个法则 所以 他不可能有一个自体 而言啊 那可能性啊 假使说 自身有此变化可能性 那自身就不是单一性的自体啊 如果所说的那个灵魂 所说的那个创造神 所说的那个最小的 最大的那个东西 还他有在变化的可能性 那他就不是单一性的自体了 他就有相对的矛盾性 那 这应该是 所以他应该就是说 他一切是因缘所起 而不是自信而有的 观一切法 是缘起的存在 所以不能是自由的 独存的 常在的 也就绝非如分别心所现 那样的实在性 总之 自信即非缘起 自信的说法 是违背缘起的 缘起的理解 它是无自信的 所以让我们深入的了解 自信是不可得的 在这里我 引用一下 我们之前讲 事无量嘛 那你看 事无量 磁 我们就说磁心就好了 磁心有三种 众生缘磁 再来呢 法缘尺 再来 无缘尺 这个无是什么 无自信 缘尺 那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好继续 什么是空性 无自信 而现为自信有 所以是细乱的祸乱 细论的祸乱 所以无自信 你把它 看成是自信有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是细论的祸乱 是细论有 也就可知是无自信的 它既然是细论而有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无自信的 无自信的东西 佛就称之为什么 空性 它的范文就是 那在现代语中 空这个词 是无的同意词 比方说 某物是空的 意味什么都不存 存在 可是在梵文中 空性 顺弱多 Sunyata 这个词有更深的意义 的含义 它不是没有的意思 所以我基本上在南美洲 不管用西班牙文 或葡萄牙文 讲 或者用英文讲佛法的话 我不用 我不用代名的 Emptiness 或者Vacuidad Vaciedad Vaciedad 我都不用 我都直接说 Sunyata OK 顺弱 顺弱多 Sunyata 或者是空 Sunyata 这样子 直接用这个 不会去连接到 没有的那个感觉 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性是说 自信不可得 空性就是什么 无自信 让我们深入的了解空性的意义 那记住哦 这个是波尔思想 这个是中观思想所定义的空性 不是 不是唯事或者是 或者是 如来藏定义的空性 如来藏的定义的空性 是如来藏的空性 是还是有个东西的空性 OK 维系的空性 妙空 长空 不是 这个空性 波尔波罗密多的 根本 与阿含 无我 空相应的 这个空性是 无自信 好 记诵一百六十七 继续解说 那这里再讲 缘起 无自信 空 假明 还有中道 这几个 所谓的那个 佛教的专用名词 自信不可得的一切法 只是世俗的施舍有 我们把它叫做假明有 空是不碍于假明有的 空的 就是顺若多 所以是假明有的 因缘生的 因缘生的假明有 所以知道是 无自信的 空的这个东西 所以 这就是空有无碍 他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解说 实际上 无自信 就是 一切缘起的 那个根本毅理 那个 他的那个 那个核心 是因为无自信 才有无偿的可能性 因为无自信 才无我 因为无自信 才了解说 这个世间的这种不圆满 都是从这样子 因为无自信的这个道理 所以你才知道 所以可以 无常苦空无我 缘起观 无性观 空观 假明观 都是这个观察 都是在观察这个无自信的 是同一的 不同观察 那 他实际上 其实是一样的 这几个 这种在经典上 或者论 论著里面提到的 那所以中论 他就说 众因缘生法 我说 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所以这全部都是在 在 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子去观察 一切法的话 那就是中道 中道的修行 依此观察 世俗假 失色的一切 是这样的 有了 无了 生了 灭了 前后延续 辗转相关 成为现实的一切 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观察 我们就要了解 有 会生起的 一定会灭 会聚在一起的 会散掉 这些都是 无自信的那个道理 告诉我们的 这种宇宙万物 身心一切 种种我们的体会 它的那个真相 好 继续 透过无性空 而身观一切法的 底里时 知道这是无性的 假有 有无 这种相对 生灭 另外一个相对 这个并没有 真实的 有无 生灭 尽管 万化的 生生灭灭 生灭不息 而以空无自信 故 一切是 假生 假灭 而实事 实在 是不生灭的 那这里呢 他就是在讲 圣意地的角度 是不生灭的 从 那个 世俗地的 好像有 生 有 有无 生灭 都好像在 在内 这样子 一直在变化 可是从 圣意地的角度 他是不生灭的 一切法 本来是这样的 不生不灭 是如如不动的常住 这不是离生灭 而说不生灭 是直指 生灭的当体 生灭本身当体 他的本性就是不生灭的 因为 他在生灭 这个变化 这个是世俗地 他的本性 他的 那个 不生灭的 那个是圣意地 因此 世相尽管是这样的 生灭不息 动乱不已 而其实是 常至 极境相的 动乱的当体 是极境 也不是离动乱的一切 而别说极境 实际上 动乱跟极境 是 一体两面而已 这是从 圣意地的角度来看 这样 一元起法 做寻求 自信的 圣意观时 就逐渐 揭开了 一切法的本性 一切法的本性 是什么 三个字 无自信 如经上说 一切法皆无自信 你看又开始了 无生 无灭 本来极境 自信 涅槃 让我们深入地了解 一切法皆 常住极境相 那我想今天讲到这里就好了 因为我想你们大家也听到 头脑已经开始在冒烟了 OK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修饰法师我建议现在就做一个回向 那阿娜再来问答 好不好 好 OK 等一下 我们请合掌 愿你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起立 我们向佛三问讯 一问讯 再问讯 三问讯 我们礼谢授课法师 智涵法师 行三问讯 一问讯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今天非常高兴 放下就自在 有人写 这个放下就自在 是